我看这边,你这边也要看一下 所以它基本上多哪些地方,我要删 一定是DIV 到DIV这一段 可以把这一段 把它砍掉 这一段 它会多一个P,这个P也可以把它砍掉 好 切过来恢复了 那就恢复了 OK 所以你慢慢要熟悉啦 当然 你用这个环境OK也好 或者你用VOS也好 反正就是要把这东西做出来 好,界面做完之后的话 那再来的话,我们程式 该如何撰写呢 其实 跟前面是一样的 我们程式部分的话呢,基本上 第1个呢,请各位注意一下 一样是写在HEAD 有没有,HEAD的上面 所以这个HEAD上面的话 我们要撰写哪些东西,有些东西已经写好了,所以我直接来看一下结果好了 因为前面有讲过的部分 当然第1个 一定是写在HEAD上面 然后先给它一个Script开 一个头 一个尾 OK 然后呢,接下来怎么样 写一个 这个 $符号 指的是 JQuery 那后面其实有省略叫Document.ready 因为我习惯不打 因为其实那个东西可以省略 那我干脆省略 当这个Document.ready的时候 执行 这个Function 这个方法 里面其实就一个动作 做什么呢 帮我把这个按钮 做什么呢 这个按钮 做一个by的 by的什么呢 by的一个方法 就是当我按下它的时候 Click的时候 那我就执行什么 执行某一段程式 这一段程式的话呢 就是这个 CL OK 那这个CL 实际上 就底下这些Function 那一样是这个CL 它一个大瓜糊 头跟尾在这里 中间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本来的程式在这里 本来我是写什么呢 其实你会发现这两段 差别就是把 Promptor跟Alert 改成什么呢 改成从这边 本来是从 这个Promptor取得 对不对 这个时候是从这边取得 那Alert是输出 把它改成这个 所以呢你可能需要了解 几个地方 第一个 去抓 怎么去抓什么 这个原来这里面的名称 这里面的名称 我本来叫Score 所以如果你要抓 要特别注意 改变的 我特别还把那个 旧的保留 就是给各位 做参考 那我要怎么去抓取 这里面的资料 特别注意 前面好像有讲过 这个其实当然你可以用自己 就用打的 其实这个好像他会自己显示出来 就是一个钱的 Dolls符号 然后呢 再一个小刮壶 再一个单引号 那再一个 那个 那个什么 Shop 就是一个井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跳出你这个网页里面 已经有设定ID的 井的话就ID ID叫什么 我们那个 我刚刚输入那个叫Score 你把它Enter一下 然后呢 再一个单引号 后刮壶 那你要取得里面的值的话 就是value 所以它里面的话有个点什么 点value 有没有 不过它是缩写的 点VAL OK 然后就Enter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再一个分号 它就会 让你可以去 按下按钮的后 去抓取 这上面的资料 到底填了多少 OK 那你抓到之后的话 底下程式都一样 如果它大于60的话 那我就输出 所以输出本来是Alert 这个地方 请你把这个地方的 输出这个结果 把它改变 那改变的方法 特别注意 因为我这个名称id叫output 所以如果我要改变它的话 特别注意 在这边 我只要一样 先打一个钱的符号 钱瓜糊去找到output 它的属性 有没有 其实 你就点一下 其实它也会跳出来 它里面有个属性叫Tex 应该可以理解 Tex就是它的文字 它里面的文字 帮我改成吉格 其实除了用Tex之外 另外其实还可以用另外一个属性 点什么呢 点HTML 我记得HTML好像也可以 不过两者之间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这个可能你要再试一下 那这个HTML跟Tex都可以 那我就怎么样呢 把这个东西呢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吉格 反之就是不及格 所以我们demo一下 即时按一下 那你会发现 demo来看一下 那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它逻辑很简单 这边的话就输入 100 80好了 确定 及格 如果改成50 不及格 OK 这很简单的吧 可是 最基本的 那当然 等一下也许 同样的范例 你可以再把它另存新档 也许把它改一下 我们需要 帮我改成 就是另存新档 把它改成3-3 那3-3的逻辑 其实 大体上都一样 差别值是怎么样 把这个输入的值 变成ABCD 比如说我今天呢 如果是50分的话 那确定本来是不及格 把它改成D 如果是90分的话呢 改成A 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 请各位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一下 试一下 所以后面的话 我们基本上 就是用前面的 这些程式 范例 稍微把它改一下 如果你 等一下 有时间的话 或者你动作比较快的同学 可以自己 先踹踹看 有些地方 假如说 用我们原来的 这些 练习题 如果你要把 有一些输入跟输出的界面 改成 表单 就JQ Mobile的表单 这个元素 输出的话 那要怎么做 我可以先试试看 好